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 神是我的立足之地 诗篇二十八篇 为什么我们说 神是我们的立足之地呢 因为在诗篇二十八篇的第一节 作者称上帝是他的磐石 什么是磐石呢 磐石的意思就是 大而坚固的石头 上帝啊 就是我们大而坚固的磐石 可以让我们在他 上面站稳 站住 让我们有立足之地 让我们不慌张 让我们在各样的 惊涛骇浪里面呢 让我们可以安稳 所以神是我的立足之地 诗篇说 我的磐石啊 不要向我见墨 如果你向我闭口呢 我就如同将死的人一样 诗篇心中有一个害怕 就是怕神呢 不理他 不对他说话 这是他害怕的事情 另外呢 诗人渴慕的就是和上帝 有亲密的关系 今天我们到底怕什么呢 诗人怕的是神不理他 怕的是神不对他说话 而我们怕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对上帝 有健康的敬畏 我们对其他的事 反而不怕了 如果一个人不怕上帝 不敬畏上帝 他很多的事上 反而要害怕 所以诗人的这种惧怕呢 是一种健康的 良性的 有益处 因为他就怕上帝 向他闭口不说话 那诗人说 我呼求你 向你知圣所举手的时候 求你垂听我 恳求的声音 另外呢 诗人心中 还有一个害怕 就是不要把我和恶人 并作孽的 一同除掉 他担心啊 上帝把他和恶人 并作孽的 一同除掉 其实神不会这样 那些恶人呢 他们的口里呢 和灵舍说和平话 心里边 却是奸恶 诗人说 愿上帝你按照 他们所做的 他们手所做的 报应他们 对待他们 诗人说这句话的时候 这个原则 对自己 也是一样的 这个原则 也是应用在自己的身上 上帝也是照着诗人 所做的 来对待诗人 所以呢 诗人除非 他素来行的 都是诚实正直的 否则他不敢这样祷告 他不敢说 愿你按照他们所做的 并他们所行的恶事 代他们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上帝的原则 下面的经文说 这些恶人 既然不留心 上帝所行的 和他手所做的 他就必毁坏他们 不建立他们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听了我 恳求的声音 然后作者说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新约的圣经说 基督徒的信心 就是他们的盾牌 会保护他们 那这个信心 到底是对谁的信心 相信谁呢 所以根据我们 所读的这节经文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所以是对神的信心 世界上之人的信心 充其量 不过是相信自己 但是我们自己 足够做自己的磐石吗 我们承认 只有上帝 做我们大而兼顾的盘石 所以我们的信心 是对上帝的信心 所以对上帝的信心 就成为保护我们的盾牌 最后诗人说 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 又是他君王得救的保障 求你拯救你的百姓 赐福给你的产业 牧养他们 扶持他们 直到永远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 你是我们的立足之地 帮助我们 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 因着你能够立足 主啊帮助我们 因着你 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让我们有信心站稳 谢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走了 优责 优赳 优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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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